要拿到镇图 可是要费一番周折了 义父 您回来了 回来了 你我二人守哪一镇啊 守玄武镇 玄武镇 那不知义父让程二领多少兵 守哪一门 玄武镇的镇图我也是刚刚拿到手 还没有仔细研读 你正好养精蓄锐 待为父仔细研读之后再做商议 安排守镇之事不迟 也好 承儿知道 最近义父甚是疲劳 不如承儿打一些热水 为您泡泡脚 也舒缓一下 好啊 义父等一下 义父 水来了 来 想不到罗毅老儿还有这么个孝子 想不到今天我这个义父也受此殊荣啊 不瞒义父所说 在这北平王府里 我还只为你推卸过几次 这父王啊 还从未卸过 那这么说 你父王还步入我这个义父 义父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父王啊 他就是那副火爆脾气 你不知不觉就惹到他了 哎 这些年要是没有母妃的招牌 不知道挨了多少次的 不过承儿知道 父王 他都是为我好 嗯 罗毅啊 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个古怪脾气 改日我见到他一定得好好说说他 多谢义父 我来我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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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辰不早了 义父早先歇息 好好啊 承儿 你也速去歇息吧 我来我来 若再不将阵徒送出 只怕有个他们都不及了 貌人处置 必然损失责重 义父已经怀疑到我 必会让我有所防范了 他将阵徒放在岸前 其实就是故意试探的 若被他抓住 恐怕也不好脱身 要不是实习 我及时赶到处处相救 我恐怕如今 已经命洒山剑了 我 大帅三令无身 不得擅自闯阵 可你们哪 先怂恿魏王 夜叹铜旗阵 先踏于危难之中 而后又害死了大帅的宝马 马死枪断 那三个人简直是罪不可恕 算了 来人 在 你这三人 推出去斩了 对啊 不能斩 不能斩 对啊 不能斩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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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弟有话说 我 我有话说 不 四哥有话说 不是 四哥 四哥有岁数大 你先说 你先说 不是 三哥 是这样 那天吧 那天吧 那天 天黑了 天黑了 一个有月亮的晚着 没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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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没事吧 就溜溜答答 溜溜答答 我就来到了李密魏王的帐前 我一仙帘 都在呢 李密魏王 三十六弟在呢 我也在呢 喝酒 喝酒呢 先叫我去的吗 我转身要走 好 然后魏王就把我叫起来了 那就喝吧 那你一起喝吧 一起喝 喝呀 喝呀 喝 喝就挺好 是吧 喝 喝美了 喝美了 是 是吧 魏王 喝美了之后呢 你跟我们哥俩说 咱们去哪儿 洪西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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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了 那不能去呀 是不是 我说要去吧 咱们就得把二哥叫上 对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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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魏王说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说那三哥得跟着去呀 是吧 出谋划策呀 对呀 后来我说都不去 我说 魏王啊 咱们把老巡礼带上 这样七进七出脱麻烦 咱杀这个 一进一出 哎 这就 是是是这样吧 呃 魏王 魏王 君士啊 其实他们三个人 也是一番好意 只是 酒后失言 嗯 他们本意是想护送朕去见下罗将军 可是谁料到会误闯到上师徒镇中 好在如今上师徒已死 也算是有惊无险 可否让朕替他们三个求个情 饶他们一死 哎呀 哎呀 魏王 还是魏王有情有义啊 啊 哥哥 哎呀 没看错人啊 对啊 没看错人 既然魏王已经平安回来 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饶了他们算了 程晓菊 哎 三哥 齐国远 来 如辉 三哥 您说我听着呢 你们三人 他们给你尿成大火 死罪可免 我罪难堪 慢慢处置你们 给我轰了出去 哎呀 谢谢 谢谢三哥 谢谢三哥 谢谢美王 不 不用 不用死啊 哎 哎 哎 五弟 你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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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点啊 好小子 好小子 上次依赐长蛇阵之时 你诚要人物 我早知道是你所败 你的心思我早知道 所以没有让你当上主帅 你竟敢来 盗阵徒 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还不把阵徒交给为父 义父 看而不孝 但是这阵徒 今天我必须带走 快往义父成全 快往义父成全 好 有你父王的硬气劲 可是你想过美王 你如此木莽形势 会牵连到你的父王 你的母妃 整个北平府 也会遭到灭顶之灾 义父 不 孩儿所做之事 是孩儿一人所为 和父王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说没关系 我就没关系了 小子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枕头给我 我全当你是年幼无知 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 那 为父也是有心无力了 叔叔 不能理您好意 你 救命 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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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我和我义子多日不见 我们爷俩切做切做武艺 你们都下去吗 是 义父 承儿 你若还认我这个义父的话 你就把阵图给我 别再莽撞行事 义父 听承儿一句话 现如今这天下民不聊生 百姓揭竿而起 十几路法王都已经聚集到紫星山 大随气数已尽 这实属天意 承儿望义父不要逆天而行 背负千古的骂命 我义父三思 我来打随臣子必然效忠 我丁烟平一世清高 岂能晚节不保 做这种投敌叛国 不中不义的事呢 这大随皇帝昏庸无道 义父死保他又有何用 恕承儿指引 您这是愚中 承儿 事关重大 你就听为父一句劝 不要再胡闹了 而意已决 义父也莫要再劝 好 你既然不听为父劝 那 我只有动手了 华刚的兄弟们都在等着我 今天誓死我也要把此阵图带出去 不然 我宁可一死 什么 你难道愿意为此付出性命 我已决定了 我已决定了 好 你把阵图拿走 透露给破阵之人 老夫将如何自处 我非要把阵图拿走的话 那 你就杀了我 您是我义父 又是承儿的恩人 承儿怎么会杀您呢 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我的官员 你自己意义父 我我 让他把我们也派走 你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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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得不得了 你得不得了 我 你不得了 你得不得了 你得不得了 我 你得不得了 你得不得了 若我今天能踏出紫 一切 就听天有命吧 你真的愿意 能为此不出性命 承儿 既然你已已决 为父只要成全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动 老实点 君业 你醒醒好吧 我 我想上当茅厕 你帮我把绳子给解了吧 行吗 谢了 大公子 你没事吧 你去找员吧 他跟我姐夫在紫禁山上等我 然后你跟李兄回晋阳 向我父亲禀报情况 告诉他 我们已经临阵倒戈了 让他千万别派兵过来 告诉他 让他早举反齐 自立为王 行 你怎么办 我去瓦康寨 找前二跟商量下一步计划 况且外面还有手兵 咱们千万别人打草惊蛇 这你放心 我有办法 卓将军在后阳门求见 快请 快请 是 姚弟 你来了 对了 阵图拿到了没有 我 选我这阵图在此 这是我从义父手中抢来的 杨林他们早就怀疑我是义军的内衣 并没有将阵图的内容透露给你 无奈之下 我只有闯入阵中去抢图 以父位保我周全 自尽了 什么 丁颜平自尽 那你的身份已经报复了 北平王塔 我父王他并没有看过此图 应该暂无威胁 表哥 事不宜迟 我们应该尽快攻入玄武阵 指导阵阳 摘得同行 不如我们明日救起破阵 不可 不若孤阵过于顺利的话 也会怀疑 罗程统帝 如此追究下来 被平王难逃连累 不可 是啊 此时六帝给我们通风报信 可别害了他父亲 可是我等又不能绕过偏阵去直攻主阵 我们对那于俊罗的青龙阵 可是一无所致 现在唯一有一点把握的就是 宇文成都的百虎阵 宇文成都武艺高强 此次守阵他是志在必得 如果说我们强攻的话 怕只会损伤惨重啊 报 秦王李世民在军营门口求见 不必太计划 各位兄弟 大阵未破 随朝未灭 我善通 不计较这些就是的仇恨 请秦王入仗 是 市民见过魏王 诸位英雄 拜过恩公 秦王 秦王不必多礼 秦王不必多礼 市民此次前来 是想起魏王 还有诸位英雄 因允一件事 早就听闻瓦刚义军 慷慨正义 魂军阳广 素来与我李家不和 我父王早有反心 想与天下志气一起 推翻随朝 共谋打念 我父王早有反心 想与天下志气一起 推翻随朝 共谋打念 所以市民此番前来 就是想与诸位英雄 同仇敌侃 一举破得同旗阵 元霸 可有随你而来 当然 真是天灭随朝 秦王为家 我们已定于明日 以宇文成都驻守的 白虎镇为入稿 全力攻城 市民和元霸 定当竭尽全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老等 等到什么时候啊 就知道这瓦岗有谋逆 进了紫禁山这么久 天天说容后在意容后在意 就没人说咱们怎么活阵 原来他们是在等着内应呢 对 我看他们也没打算告诉咱们什么内情 就想趁着大伙不知不觉的时候 抢个同旗好换玉玺当皇帝 他们弄他们的 那咱们也可以弄咱们自己的嘛 下两王不是已经打听到 多成和丁延平 左手的玄武镇没有大将把守吗 那就抢在瓦岗前面趁夜破阵 就从这玄武镇入手 拿到同旗 灭了大随 这如此说来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就是 华冈宫人向来仗 怎么会做这苟且的事呢 之前他们没有告诉咱们 是怕走漏风声 让我们暗兵不动 是怕我们贸然闯阵 徒增伤亡 这凤明王言之有理的 咱们暂且暗兵不动 等到明天 看和魏王给我们做何解释 做下一步打算 也不迟嘛 对 等到了明天 瓦岗他们要是还不说的话 咱们就灭了他们 等 等什么等 到了明天 杨林们又不知道 从哪再弄来个高人捕了空 咱们就是要趁现在 打得个措手不紧 对 不等了 我现在就去召集人嘛 全力一战 不过 不愿去的也无妨 说到底咱们都是为了反随 像瓦岗那样寻思妄意 韩王 韩勇 协先报刘大鹏四位反王 企图连夜带兵攻入铜崎镇 拿下铜崎 一举通邦天下 劝不了铜崎镇中重兵把守 埋伏铜崇 四汉王未见铜崎 就已全军覆没 本来是怕走过风声 才想今日一早 将破阵之法告诉大家 没想到却引出这么大一场祸端 致使四位王爷命丧自尽山 尚梁王他们原以为玄武镇没有守将 就可长驱直入 没成想还是有去无回 全军覆没 这整个铜崎镇陣行流动多变 即便没有守将 另外分阵的兵力也将流动过来 凶险万分 照军师这么说 这没有守将的阵都这么难打 这阵咱们还破不破了 这阵是一定要破的 我等聚集于此 正是要统整其鼓 于今日内一鼓作气攻下同其阵 更何况我们已经想到了应对 白虎镇首将与门成都的对策 怎么说从白虎镇攻入是最有胜算的 既然这样说的话 我们就按照卫王的意思 先合力攻打白虎镇再破阵中 让万一军整合完毕 好 传令下去 出征 得令 优优优独播剧场 走 余文成长 下来 让爷爷把你给披成拔半 想不论这就是白虎镇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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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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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弟 你看如今形势是何缘故啊 这阵中埋伏众多 不能强攻 但只要率台无人控制 这些机关就全部失效 想要夺取率台首先 得要派人直攻率台 可眼下要到达率台的话 必须要经过这些陷阱 机关 军师 有何高见呢 这八卦镇 四镇八门 看似南宫 但只要记住抢生门攻死门 打空门已无算难 正是 从生门进将死门绕鼓 直攻空门到达率台 只要将五门成多打下 便率大军攻入 好 这样吧 我就跟表弟打上去 哥哥 我也想去 是 世心听话 在这和军师留在一块 等哥哥把他攻下来之后 你再杀过来 听话 哥哥 你每次都不让世心去 表弟 攻阵 驾 哥哥 休息点 哥哥 休息点 你温家 坏事做尽 天理不容 如若你今日 幡然悔悟 束手就擒 我等 就留你一个全尸 少废话 秦聪 今日给我宠私恨一块儿报 今日就是你的今日 今日就是你的今日 来吧 驾 驾 驾 快来 来 行 破坏 闲 주 待会儿 休息 去肉 黄 溜 把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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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杀拌~~ 刘伯 去打羽王仇都 快走 殿公 殿公 不要追了 去找殿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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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无绝境 皇上真是高明 不过 皇上就没有失手怪的时候 启禀皇上 反王大军已经攻入白虎阵 或是玄武阵 回皇上 玄武 朱雀 青龙 这三阵无人进攻 反王的所有兵力 都记录在白虎阵上 好 是玄武 是玄武 靠山王 你为了对付反王 机关算尽 死了不少人 费了不少心思 反过大随者就该死 想得我阳性天下 没那么容易 靠山王 你还认得我吗 原来是曹州大帅孟海公 没错 当初我再朝为官尽职尽责 那阳广未官穷花 下令开瓦运河 运河总管麻疏谋 贪婪成性 以开瓦运河为由 故意冲撞我们家族人 献令我三日之内 交出一百万两白银 我联写三封奏折 禀明阳广 阳广毫不理会 我叫不出白银才反了 皇上已将麻疏谋处死 诸位 你们都是大随的良才 此刻我幡然悔悟 我定会禁言皇上招安诸位 到那时 我等重整朝纲 必定能造就一个开明盛事 为宝珠江山 何必如此残暴 一些百姓 与水深火热之中 如若阳广是个民军 那天下 为何有人要反 如今 战事不断 生理涂炭 这大随不灭 天下难以太平 我杨家的天下 是打出来的 岂能让你们这帮叛贼践踏 如此说来 我们也不必手下留情了 杨林 撑掉 神父 小心 杨人 杨林 岳父 神父 朕要我杨林再世一日 绝不许你们 多走我大随一寸疆土 等下来吧 你不用二頭 想狠 你不用一頭 船長 我愛你 我愛你 你不应该 我还回来了 我去那边找你梦中的师傅 把正下的版本招式交回 到时候 我喝梦再交给你 到时候更好之后 别想了 挺厚的对吧 要不然 走 走吧 走 走 走 不不不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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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义父 孩儿不孝 孩儿不孝 将靠山王遗体送往行宫 眼下之际是选取一名干将来拿下通缉阵 我推选秦大帅拿下通缉 大家可有一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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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大帅当时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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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渔花 秦大帅当时无愧 秦大帅当时无愧 隑家山王遍 这一段可以在两个命中 托宽宽 盛大道 托宽宽 盛大道 你能抢一抢了吗 托宽宽 托宽宽 盛大道 盛大道 有方不羡众英雄 不能 沙阳国 列大随 沙阳国 列大随 Ave 父亲 靠山王已经战死 童启朕也被公婆 很快藩王妹就为宫道行宫 还玉玺了 起来起来 我早就叮嘱过您 千万不可伤计元气 要保存实力 此番征战之后 我们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呀 父亲 您是知道的 孩儿本无人能敌 她唯有一人 离愿吧 她来了 离愿果然烦烂 我们的兵马没动吧 全部安禀不动 那好 现在我们去跟皇上秉明行事 一切四季而动 是 离愿 离皇上 靠山王阵王 尸体已被送回行宫 皇叔怎么死的 回皇上 凡王破了天保将军的白虎阵 又齐齐涌到同气阵阵中 将靠山王杀害 下去 是 相国大人天保将军禁剑 皇上 九度守朕不立 同气阵被迫 万贼已经达到同气 必尽行功了 皇上 难道真要将香金玉玺交给他们 那我大虽岂不慎 不能为何犯朕 朕在少年时 东征西道 如今 朕开运口 兴科举 驻长城万国来朝 江湖 那些小国 都称朕圣人可汗 这些天下的剑民 为何反朕 云华吉 臣在 朕让你死你死不死 朕要臣死臣不死 示威不忠 你爹叫你死你死不死 父上而亡 而不亡 昔为不孝 皇上 长度必做忠孝量权之禅 这这是贱民 这让他们活 这给他们翻车 他们翻车 杀 一个都不留 一个都不留 起来 起来 皇上 起来 将朕的羽衣角来 给天宝将军之伤 立刻 是 朕这一生 没有朋友 你算一个 谢皇上 你算一个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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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归宋的老儿 同期 我们已经拿到了 快把玉玺送出来吧 送出来 江国大人 微臣在 大事已去 给他们送去吧 是 是 哇 我大隋的传国金箱玉玺就在这里 得同情者来换玉玺 爹爹 为防那老非刀鬼 就来用儿带爹爹取来玉玺 勇儿 小心啊 我替大帅来取 你可以打开盒子 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玉玺 我替大帅来取消灯 走 走 走 庸儿 爹 碰住了老贼的奸计了 庸儿 爹 雷老 雷雷在 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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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听我为你报仇 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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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昏君 为我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庸儿 庸儿 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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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当地把礼因杀一身 申道秀 有霸王病啊 该怎么办 安静叮cil 不小心 在这下 是戏 快安住原霸 公子 原霸以叮龙之急 若再不进服的话 还要 泡尽气血而死 阿当 快 不见 这里原码背后的气血 你帮你起来啊 快把四帝抬回去 送送整治 不得有物 是 父皇 稿儿 父皇 母妃 稿儿 不去学堂 是不是又贪玩了 父皇 我害怕 外面有很多坏人 他们是不是都来杀你的 稿儿 不许胡说 稿儿 没人杀的了 风荒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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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硕 Cushing 硕 Cushing 莫莫 门 门 门 开了 imper了 根 门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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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哥哥 世心好亏要睡了 世心 世心 别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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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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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